现在我们要来看一下提奥118formalness解法的介绍 这边有一个formalness解法的介绍 它说如果我们的微分方程式可以表达成 这边所看到的y两次微分 加上x分之b乘上y的一次微分 加上x平方分之c再乘上y等于0 这里的b跟c 如果它在x等于0那个点上是解析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 它的微分方程式的答案的形态 就会是这个样子 就会是底下这个样子 这个形态应该稍微记一下 就是x打R次方乘上 瓜虎的a0加a1x加a2x平方等等 这里的R是一个死数或负数 但是a0不能等于0 a0必须要让它不等于0才可以 然后我们来试着解一个立体 看看 这里有一个我们要解的立体 这个立体我们要用formalness的解法解看看 所以我们就立体移动 我们就认为 y等于x的R次方 再乘上a0加上a1x 再加上a2x平方 再加上a3xd2 再加上a4x的4次方 再加上a5x的5次方 其他的用点点点表示 那为了微分 好用微分的关系 我把那个xr次方乘到里面的每项 第一项乘上xr次方 第二项乘上xr次方 变r加1次方 第三项也乘上xr次方 变r加2次方 第四项也是乘上x的r次方 好,第五项 这边是a4 下一项的话是 a5乘上xr加5次方 加点点点 好,然后把这样的一个假设单形态带回原式 好,然后他的地项是x平方 减掉x 乘上y的两次微分 好,那第一个项次微分两次 应该是r乘上r减1 再乘上a0 然后原来次方要减2次 好,下一项的话就是 r加1 然后乘上r 再乘上a1 再乘上x的r减1次方 好,然后 接着 我们是加上 微分两次之后的r加2 乘上r加1 再乘上a2 再乘上x的r次方 好,下一个应该是 r加3 乘上r加2 再乘上a3 再乘上x的r加1次方 下一项的话应该是 r加4 乘上r加3 再乘上a4 再乘上x的r加2次方 下一项的话应该是 r加5 乘上r加4 再乘上a5 再乘上x的r加3次方 还有很多很多点点点 好,然后 第二项的话是 减掉x乘上y的一次微分 然后把假设的y微分一遍 第一项是r乘上a0 乘上x的r减1次方 第二项是 第二项是 r加1微到前面来 乘上a1 再乘上x的r次方 下一项的话应该是 r加2 乘上a1 a2 再乘上x的r加1次方 好,下一项的话应该是 r加3 乘上a3 再乘上x的r加2次方 下一项的话应该是 r加4 乘上a4 再乘上x的r加3次方 下一项的话应该是 r加5 乘上a5 再乘上x的r加4次方 其他的项是用点点点表示 好 然后再加上y 然后再把y写一遍 a0 x的r次方 加上a1 乘上x的r加1次方 加上a2 乘上x的r加2次方 再加上a3 乘上x的r加3次方 还有a4 乘上x的r加4次方 还有a5 乘上x的r加5次方 加0 0 等于0 好 然后 接着把它展开 第一项的 第一个关物里面有x平方 x平方乘后面有每一项 呃 我们乘的过程当中 先留意一下 那个次方 最少有 看一下这边 r-1次方 这边是r次方 好 最小的次方 是r-1次方 好 那我就 先用x平方乘后面每一项 好 第一项的话就是 r乘上r-1 乘上a0 x平方乘x的r-2次方 那就是x的r次方 好 下一个像次的话就是 r加1乘上r 再乘上a1 再乘上x的r加1次方 下一项的话应该是 从那个规则性 从那个规则性也可以判断出来 应该是r加2 乘r加1 乘上a2 乘上x的r加2次方 好 然后 再来的那一项应该是 r加3 乘上r加2 乘上a3 再乘上x的r加3次方 好 先写到这边 后面用点点点表示 好 然后 -的x要乘上后面的每一个像次 好 -的x 所以是r乘上r-1 乘上a0 乘上x的r-1次方 好 对 再来的话是 r加1 乘上r 再乘上a1 乘上x的r次方 好 下一项的话是 r加2 乘上r加1 乘上a2 乘上x的r加1次方 下一项的话应该是 r加3 r加2 再乘上a3 再乘上x的r加2次方 下一项的话应该是 r加4 r加3 乘上a4 再乘上x的r加3次方 乘上x的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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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減掉R乘上A0再乘上X的R次方 好,那下一項的话是R加1乘上A1再乘上X的R加1次方 好,再減掉R加2乘上A2再乘上X的R加2次方 再減掉R加3乘上A3再乘上X的R加3次方 好,那最后一项就是原来所假设的forminus solution的形态 好,就是A0乘上X的R次方 加上这个A1乘上X的R加1次方 加上A2乘上X的R加2次方 加上A3乘上X的R加3次方 加点点点等于0 好,然后因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XR-1次方 X的R次方 X的R加1次方 还有X的R加2次方 还有X的R加3次方 这些点点点都是互为信心独立的 好,然后这些互为信心独立的函数相加为0 那唯一的可能就是它们的系数为0 XR-1次方